最近回家,老是能聞到桂花香 那自然不能辜負了 先泡一壺綠茶 加入白湯攪拌至融化 木薯粉用泡好的茶水揉成關滑的麵糰 第二次加木薯粉的時候加入一點桂花乾 用之前教你們的小技巧 一樣,刮 雙瓶奶粉加入清水、牛奶 煮汁沸騰倒入王力等待凝固 煮著煮著就會變得透明 鍋一下涼水,拋出來 加入點蜂蜜攪拌攪拌 這個時候其實就可以吃了 濃濃的桂花香甜絲絲的 也可以像我這樣子咬一點放到雙瓶奶上 濃濃香氣的桂花芋圓 你要不要也來試一試 謝謝